大家 請合掌 南無本是釋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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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上甚深唯妙法 百千萬劫難遭遇 我今敬文得授耻 願解如來真實意 地藏菩薩本願今習講 道立天空神通品第一 尊敬的主義同修 主義護法 大家晚安吉祥阿彌陀佛 好 今天再一次 借共修的一緣 給大家來習講地藏菩薩本願今 如果有講一些不對的地方 請大家多多批評 那首先呢 在這個地方啊 先給大家先說清楚的一件事 那些事實際上 我們要去看一看 那些事實際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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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師教育的人 最早的人首先 一定要做什麼呢 要發一個願 為什麼要發願呢 因為願能夠導致我們去修行 有修行你才會有成就 导致我们让我们不懈怠 精进用功 奋斗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地藏谱上 本缘间所看到的 所以我们要发这个语言 才能够导致我们去修行 你今天想要亲近阿弥陀佛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你不修行行吗 是不可能的 所以修行之前 地藏菩萨教我们发什么愿呢 发什么愿呢 这个很重要的 就是教我们发忏悔的心 发一个忏悔的心 那为什么要发忏悔的心 要发忏悔的心呢 目的只有一个 就是要警惕我们 提醒我们 无论在一切处一切时 你要觉悟啊 你要觉悟 你要警惕自己 因为我们是反复啊 因为我们是反复啊 在这个五拙恶是拙恶的众生 拙恶的时代 再加上我们的业障身中 你不忏悔是不行的 所以这种的愿力的忏悔心 这种的忏悔心 我们念佛法们称为什么 称为这菩提心 所以我们必须要知道这个道理的 每一天 无论你在哪里 你不断的都在忏悔 不断的都在忏悔这个心态 所以在这个地方 在这一部经 又为我们启示这个道理 那我们一定要好好认真地学习 这个地藏辅杀本元经的内容 最主要性的 对于我们学佛的人 特别对我们念佛的人 有什么样的大的帮助呢 这个是第一个 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的 像我自己本身 每天做违像的时候 都是有这种的心 不断的去忏悔 不断的去忏悔心 用这种的心来提醒自己 我今天有没有做丑 从我的身口一三夜 我没有去犯过事 我有没有犯一些的 不该犯的丑 好像我每天晚上在想 我为什么要到这个时代呢 我为什么到这个世界来呢 死方诸佛国土 这么多的国土 我为什么不去 西方极乐世界有无尽的庄园 无尽的美好 我们为什么不到西方极乐世界 为什么要到这个世界来 五亮节以来 生生世世都在这个六道轮回流浪 我为什么无法脱离这个世界 你能够去反省 你能够去忏悔这个道理 你就能够找到这个因 因为我们现在都是受的果报 我们现在在这个身体 在这个生活里面都是果报 有果必有因 有因必有果 你能够用这种的忏悔 用这种的忏悔的心态 不断的去反省自己 不断的警惕自己 不断的去提醒自己 我告诉你们 你念佛一定成就的 这个就是我们为什么 地藏王菩萨在这一部经 教我们学佛的人 你要发这个愿 这个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这样讲听清楚吗 这个所以从今天开始 你要发一个愿 从今天不断的要发愿 每天要发愿 发什么愿呢 都是跟你自己生活有关系的 跟你生活有关系是什么 你哪一个地方最大的弱点 你从这边下属 你发这个愿 你将来会进步很快 这个就是我们为什么学佛最大的原因 在这一部经里面为我们做了一个提示 提示 那上一次呢 已经给大家简单的介绍 这个地藏菩萨的名号的由来 地藏菩萨的名号是以德而所建立的 德就是功德的德 是以德而所建立的 以立身而所立名的 因为这个前面上一次已经给大家讲解过了 但是我在这个地方呢 做一个总结 做一个总结 让大家一个明白 十方诸佛菩萨都是如此的 文殊斯利菩萨 观音菩萨 大四字菩萨 普贤菩萨 都是以德而建立的 以立身而立名的 立身就是立一切众生 这个就是菩萨的名号 跟我们反复是不一样的 像今天我们为什么要念阿弥陀佛 为什么呢 我们为什么要念阿弥陀佛 为什么不念李三 为什么不念张家 为什么要念阿弥陀佛 因为阿弥陀佛能够帮助我们修清静心 因为阿弥陀佛这句名号 能够帮助我们离苦得乐 超越六道路 了生死出三界 他有这个能力吗 有 为什么阿弥陀佛有这个能力 因为他以德立名德 因为他以立身而所建立的 阿弥陀佛五量节以来 生生世世所修学的功德 都是在这句迷后 迷号 都是在这个迷阿弥陀佛的名号上 所以他有这个能力 那地藏王菩萨也是如此啊 五量节以来所修学的功德 通通都在这句名号上 所以你念这句阿弥陀佛的名号 念他的名号的时候 念菩萨的名号的时候 你就能够获得五量五命的功德 就是这个年音 所以从这个地方我们就明白就清楚 菩萨的立名他不是一般的 他不是普通 都是以众生为中心 都是以利益众生为标准 这个是菩萨的名号的由来 那接下来我要给大家解释说明的 就是这一部经的经体 叫做地藏菩萨本愿经 上一次呢 已经给大家简单介绍地藏这两个字 但是在这个地方啊 我要再做一个总结 因为我们停止了两个星期 怕大家忘记了 做一个总结啦 因为我们人啊 有一个习性 容易健忘 今天讲到这边来 等一下五分钟就变出去了 是不是啊 刚才师父 师父辛辛苦苦把这个道理讲得很清楚 看起来好像很听清楚 过了五分钟就没有了 忘记了 所以在这个地方做一个总结 地是代表大地的意思 大地能够运载一切万物 一切万物都是从大地而生的 这个先做一个总结 下面再来给大家说明 我们今天啊 生活在这个环境 在这个地区 如果没有粮食 我们怎么活呢 你说呢 我们能不能活啊 没有粮食啊 我们怎么活啊 所以 我们一切众生啊 没有大地是不行的啊 一切众生都是仰赖这个大地 没有这个大地 所以我们众生是无法生存的 这个比喻什么呢 比喻什么呢 比喻说地藏王菩萨 他那个心愿啊 为了要帮助一切众生 离苦得乐 帮助一切众生 能够超越六道轮尾 帮助一切众生 能够永远得乐 而成佛道呢 发无量无边的这个身 来化度一切众生 来发这个心 来发这个愿 所以地藏菩萨 《北愿经》里面 我们在第二篇能够看得到 地藏王菩萨就是这样的 化无量无边的身份 化无量无边的分身 去度无量无边的众生 而地下有宝藏 这个宝藏太多了 有无量无边 无穷无尽的宝藏 是无法为大家计算的 所以代表什么 寒藏之意 那这个藏是代表什么 代表功德啊 地藏王菩萨的功德 是无穷无尽的功德 能够帮助一切众生 像大地一样 有无尽无穷的宝 能够帮助一切众生 这个就是地藏王菩萨 所以地藏菩萨这两个字 在地藏十论经里面 我们看第一章 第一章的刚才第一章的 十论经 十论经里面 好 你看 地藏这两个字 在地藏十论经里面 为我们讲得很清楚 代表什么 安忍不动 犹如大地 净律生命 犹如秘藏 什么意思呢 这个很重要的 下面的那一章 说明地藏王菩萨的慈悲心 他的愿力 对于众生的关怀 就像什么 像大地洋 来讲 霍大王 他的心力 是含藏了 无穷无尽的功德保障 因此 称为地藏菩萨 在这个地方 教我们修行什么 地藏王菩萨 教我们说 教我们你的心地 要像大地一样 那么厚道 你看 上一次不是做了一个比喻了吗 比喻什么 你看大地 你怎么样对待他 他对我们有没有排斥 从来没有排斥 不但对我们没有排斥 所攻击给我们的 都是最好的 你看我们众生 所吃下去的 到我们肚子里面的 所采用的 在地球里面 都是最好的 排出去的是什么呢 排出去是最肮脏的 大地有没有排斥我们 他说不可以 有没有 大地有没有跟你说不可以 没有啊 大地从来没有排斥我们 排斥我们 不但没有排斥我们 帮助我们回收 又帮助我们消化 说明什么呢 说明如果我们今天在这个生活里面 遇到一些不如意的事情 遇到让我们很烦恼 让我们很痛苦 让我们很压力 让我们也很忧虑 你要想一想大地那样 人家怎么批评我们 侮辱我们 毁谤我们 生气来伤害我们 你赶快想一想 大地那样的厚道 不但他们又排斥 而且能够帮助我们 说回说 能够帮助我们消化 换句话说 你能够把这一些 逆境当中 回说变成你自己的功德 你就是地藏龙菩萨了 这样的精神 我们值不值得来学习 要学习这种的精神 因为我们在这个环境里面 我们的业障太多了 障碍太多了 我们的喜气太重了 我们的烦恼太重了 你没有用这种的精神 来帮助我们 你怎么能够 划除我们的烦恼呢 是不可能的 你没有用这种的慈悲 用愿力 你怎么能够帮助 启发我们的菩提心呢 我们学佛的人很多 在这个地方都是忽略而不知道 今天你能够学习 这一位菩萨的精神 今天如果我们能够学习 这一菩萨的精神 你就是地藏王菩萨 因为地藏菩萨这个名号 是通号的 一切菩萨 一切众生 只要具备地藏菩萨 这一种的愿力 都可以称为地藏王菩萨 所以菩萨啊 在这一部经啊 第二品啊 就是分身集会品 看到了那么多的地藏菩萨 无量无边 不可思议 这些菩萨 都有一个共同的愿力 都是地藏菩萨的分身 这个就是什么 这个就是地藏菩萨的一意识 所以在第二品里面 有一段经文很精彩 我们可以看得到 地藏菩萨说什么呢 我说分身 变满百千万一横河沙世界 每一世界百千万一身 每一世界每一身度百千万一人 你看那个菩萨的精神 不可思议的 他为什么会这样呢 每一身度 能够万一人 能够化度万一身 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能力 就是为了要帮助一切众生 如果他心里没有这个众生的 以为众生的标准 他是不可能有这种的愿力的 所以今天我们念这句阿弥陀佛名号 如果你用这种的精神来念这句阿弥陀佛名号 我相信万修万能取得 我相信我们血与同修 保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 所以你要学习地藏菩萨那种精神 那种愿力 我今天念阿弥陀佛是为了什么 我将来要去利益众生的 我今天念阿弥陀佛是为了什么 我将来要去成佛的 这个就是你的精神 这个就是你的地藏菩萨的精神 孝敬一切众生 这个就是地藏王菩萨 我们要学习 这个是简单给大家介绍地藏菩萨 地藏这两个字 那接下来我们看下面 菩萨这两个字 这个菩萨很多人 在这个道场里面 比如说我们学会 有时候称为老菩萨 那边老菩萨 这个老菩萨 无论是男女老少 有时候称为他老菩萨 你问他菩萨是什么 他也说不清楚 菩萨的范围是什么 我也搞不懂 菩萨的 做的事业是什么 我也不知道 很多人 你问他 你不相信 你问问你周围的人 反正观神菩萨 我拜他 观念菩萨保佑 看到大师是菩萨 大师是菩萨 拜你保佑 看到那个地藏王菩萨 你陪他 碎碎平安 年年如意 你问他 你问他菩萨是什么意思 他根本一窍不通 他都不知道 那菩萨什么意思 我们看下面 菩萨他的全名 大家都知道 就是菩提萨托 这个是一个佛教的素语 那菩萨呢 他是一股印度化 如果把它翻成中文 什么意思呢 过去我们中国 喜欢简单恶药 所以这个菩提萨托 简称为叫做菩萨 那菩萨的意思是什么呢 我们看那个寻忠大师的翻译 寻忠大师把这个菩萨翻译成为什么 绝有情 就是说利有情 利益的有情的众生 就是说他是觉悟的有情众生 所以简单来讲 菩萨也是众生之一 跟我们都是一样的 跟我们都是一样的 他是人 不是神仙 所以不要把他当作神仙来看待 他也是人 但是虽然他也是人 他也是众生之一 但是他跟我们不同的地方 在哪里呢 菩萨他在觉悟的那一案 我们反复都在迷惑的这一案 这个就是最大的差别 那今天你是不是菩萨 你敢不敢承担 敢不敢 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 菩萨真的是人 他不是神仙 对于一切人事物 他已经很清楚 透彻了解明白了 对于夜阴果报 他也是很清楚 对于宇宙事实的真相 他也是很清楚 但是还没真正的透彻了解 所以因为他明白这个事实的真相 所以以大慈大悲 发大心度众生 来度化众生 来帮助众生 无论众生对他不领情 不回报 回头过来 他还是要来回报 来批评 侮辱 他从来对众生都不离奇的 对众生都不舍弃的 所以这个叫做什么 称为菩萨 那菩萨一般来解释 也可以称为什么 称为说他是明白人 他也是一个明白人 那我们反复呢 主事大德称为我们什么 称为我们是糊涂人 所以我们的跟菩萨的区别 一个是糊涂 一个是不糊涂 那我们现在是不是属于糊涂人呢 我们本人在内都是一样 都是糊涂人 如果今天你不糊涂 你还在这个地方 你还在这个受火世界受苦受难 因为你都是糊涂人 我用一个比喻 明明知道六道轮回之苦 明明三恶道真的是很苦的 释迦牟尼佛告诉你 你要赶快解脱 你赶快觉悟 赶快了生死 超越六道轮回 你还不听话 你还是量意 住在这个地方 住在这个环境 在这个六道轮回 无量节流浪圣水 你不是糊涂 那你是什么呢 今天此方一些诸佛如来 包括释迦牟尼佛 劝导我们 告诉我们 西方极乐世界 有无尽的庄园 无尽的美好 赶快发愿 劝导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 你还不去 你不是糊涂 你是什么呢 所以说 我们自己去思维 去反省自己 我们是不是 像这一类的人 真的 所以我们看下面 所以老师教导我们 你现在又发个心 你要发这个心 发什么心呢 向菩萨学习 这个菩萨所指的是地藏王菩萨 向他学习 开始发愿 愿意学菩萨 愿意做菩萨 愿意求觉悟 做一个明白的人 不做一个糊涂人 从今天开始 你可以叫做菩萨了 你可以叫菩萨了 你现在发这个心 你发这个愿 你可以称为菩萨 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 我们看下面 我们今天所发心的 愿意做菩萨 愿意学菩萨 你不是大菩萨 你是什么菩萨呢 你是小菩萨 你是小菩萨 看下面的那一章 下面的那一章 像观世音菩萨 地藏王菩萨 文书 普玄 弥勒菩萨 他们都是大菩萨 我们是小菩萨 小菩萨也算不错了 小菩萨也算不错 经上所称之为什么呢 叫做初发心的菩萨 是刚刚发心的菩萨 是刚刚开始要念书一样 好像我要念书一样 我刚刚开始要念书的 就是刚刚要发心修行的 就好像我们今天 这个念书 首先之前我们要做什么呢 先来报名 来登记而已 我先来报名 我是某某菩萨 我今天要来报名 我要来学习做菩萨 学习做菩萨 学菩萨 刚刚开始的 话许话说 也是刚刚入门的 这个叫做什么呢 这个叫做初发心的菩萨 经上就是这样的称为 所以我们看下面 我们看下面 所以菩萨这个名称 在佛门里面 有很多学佛弟子 很多人 很多人 你问他 有时候打不出来 包括我们本人在内 我们只是知道 菩萨的全名 是菩提萨多 但是很多人 包括我们本人在内 你问他 什么叫做菩萨 菩萨的意思是什么 菩萨 每一天在做什么 每一天 他的范围的工作是什么 没有几个人能够说清楚的 能说清楚吗 你能说清楚吗 我们天天念佛 天天读经 你念这个菩萨 他的范围 他的事业 他在做什么 你能够说清楚吗 能够说清楚的人不多 甚至于把菩萨当做什么 神明来看待 人很多 你看很多 现在 你到亚洲的地方去 比如说我到餐厅去吃个饭 你看餐厅的门口 一进入 有米勒菩萨在门口 他把米勒菩萨当做什么 当做那个彩神爷 来看待 你想一想 米勒菩萨什么时候 变成那个彩神爷 很多人 你不相信 因为我常常去很多 亚洲的地方 你一进去 那个布袋和尚 米勒菩萨 站在门口 拿着什么 拿着金宝 还有 我以前曾经有遇到一位老菩萨 一位老菩萨 天天拜观神菩萨 他有一天打电话给我 师父你能不能来到我家 我心里好难过 我说有什么事情 我到他的家 到他家的时候 他这老菩萨跟我说 他说师父 我心里很难过 为什么 我天天拜观神菩萨 前几天我的家招到招什么 招小拖啊 招小拖 他把那个最爱的东西 不见了 被小拖拿走了 他心里好难过 所以啊 他问我 问我 师父能不能帮这个观神菩萨开光 让这个观神菩萨能够显灵 你看 把观神菩萨当做什么 当做保安来看待 是不对的 迷信了 所以 我们学佛的人 必须要为大众来说明 这个菩萨 我们为什么要学习菩萨 所以我们看下面 所以我们学佛弟子要知道 为什么叫做菩萨 菩萨的具备是什么内涵 菩萨的活动范围有多大 这个都是要知道啊 更进一步我们来学习 菩萨 菩萨这个名称 并没有太多神明的色彩 他只是一个觉悟的人啊 他只是一个觉悟的人 有大慈大悲的心 有大愿力的心 不疲 不愿 不愿 不悔 愿意为一切众生 来贡献自己的力量 来帮助一切众生 让动生能够离苦得乐 能够让众生能够过得幸福美满的快乐 这个叫做佛门里面 叫做什么 称为菩萨 称为菩萨 我们看下面 大家也不愿意做这样的人吗 也不愿意呢 愿意做这样的人吗 为大众来贡献 像我们今天到佛堂 来做义工 我今天做义工是为什么 为来服务一切众生 为来学习 我们要不要做 我相信很多 不大愿意做 做普少不容易啊 师父 特别是在这个五着二世的时代 众生太顽固 太刚强了 造的也太大了 在这个五着二世的众生 你要去度众生 众生不但不领情 不感恩 又不感谢我们 回头过来 又咬我们一口 毁谤我们 侮辱我们 你要不要做这样的人吗 你想一想尊敬的 这位同修大德 如果你能够用这种的精神来学习 你今天念佛 必定 会提早成就的 这个就是菩萨 都是欢喜 为一切众生来服务 我们一定要从这个地方来学习啊 地藏菩萨就是这样的人 天天都是为一切众生服务啊 真的 特别是在五着二世的时代 众生有多的顽固 有多大的刚强 无论众生回头过来 来毁谤 地藏王菩萨从来不捨去的 地藏王菩萨从来不排斥我们的 想尽办法来帮助我们 所以佛在经上讲得很清楚 地藏菩萨 五亮节以来都是欢喜 为一切众生来做什么 做服务啊 而且他的服务的地方 他的服务的范围 都是最恶劣的 最糟糕的 是最苦最苦的 我们有时候做梦都想不到的 我们做梦都想不到的 最恶劣的最苦最糟糕的 在六道里面最苦在哪里 六道啊 地狱里面是最苦的 大家有没有去感受到 那个地狱的生活 真正在地狱的那种生活的环境 大家可能看到个赌地藏经 你们会有感触到 你们只是把它赌过 你有没有从这个地方 你去误解 去觉悟 我们很少的人去觉悟啊 比如说 今天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生活上 每一个人都有这种一种经验 什么经验 会有一种经过很痛苦 很痛苦的一天 我相信每个人都有 对不对 我们每个人都有啊 被人家批评啊 或者被人家毁谤 或者种种的遇到一些逆境 让我很痛苦 很痛苦 你那种苦啊 在地狱啊 是每当把相比的 所以在经上里面 佛做一个比喻 他说一个人 早上起来莫名其妙 突然间有一个人 捅了他一百刀 捅他一百刀 他有没有死 固然没死 把他送到医院 辛辛苦苦把他治好了 又不小心 又来了一个莫名其妙 又把他捅了一百刀 有没有死 没有死 你想一想 那一种苦 你能够去想象的吗 比如说我们的身体 不小心被刀 刮了一刀 痛不痛啊 如果不痛的话 你明天可以试试看 试看一下 被这个刀切了一块 痛不痛 你试试看 所以佛在经上怎么比喻 我们看下面 佛在经上说 这样的苦 跟地藏 跟地狱的生活 相比什么 小儿科 真的小儿科 你看 捅了一百刀 那种苦 你想一想 跟地狱的相比 小儿科 小小的 假如今天地狱的苦 能够用量 能够用体积 来衡量的话 就好比什么呢 一粒微尘那么大而已 你想一想 这个是佛在经典里面为我们比喻的 一粒微尘 想一想 有这么小而已 而且 佛在经上又告诉我们 地狱的生活 好比什么 好比像须米山那么大呀 你们想一想 地狱里面的生活 是什么样的状况呢 这样的痛苦的地方 我们有时候跑还来不及了 谁愿意去呢 你愿意去吗 我今天给你一笔钱 买这个免费的机票 拖等舱 免费 全部送给你 我把我的财产全部给你 只要你能够跑一趟地狱 在那边过一下生活 不要说太久 一年就好了 你愿意去吗 没有人愿意去的 所以大家 我们看下面 瞧瞧 你稍微把这个地藏经 放开一下 你放开一下 你把这个地藏经 你好好去看 大家有没有读地藏经的人 请举手 如果有读地藏经的人 能够感触到 如果没有读这个地藏经 你就不知道 不知道你没说什么 你看 你去看一看 我们会发现有一个人 这个人 这个人不害怕 而且 有胆量 他不但愿意去 而且 菩萨 很奇怪 什么奇怪呢 不愿意出来 你看 你看 以前 那种愿意 那种心 那种愿意 不可思议的 那为什么菩萨不愿意出来 因为菩萨能够体会到地狱这样的生活环境中 有太多太多的生命都在 饱受折磨 很痛苦 他们需要帮助 他在那边保折磨 很痛苦 我们不要说地藏王菩萨 我们看到一个贫穷的人 没饭吃 已经饿了十天了 你会不会起了一个灵明的心来帮助他来供养 我们都有这样的心 何况地藏王菩萨 所以这个人 我看下面 是谁呢 这个人就是谁 这个人就是地藏王菩萨 所以佛门所谓的地狱不空 世不成佛 众生度尽 方程菩提 这个就是菩萨的本愿 这个就是菩萨的精神 这个就是菩萨的大慈大悲 所以一切诸佛 一切菩萨 为什么对这位地藏王菩萨 不予以利的赞叹 甚至于在经上所说的就是赞叹 无量节都是赞难不完 这位菩萨的功德 所以过去 应光大师 偶一大师 为什么一生不予以利的都在提倡这一步精的精神 偶一大师是我们净土生的主师 对应光大师是我们近代的主师大腿 他一生不予以利都在提倡 那我们今天雪火灭火的人 该不该来学习 应该要学习啊 所以通俗一点 说通俗一点 就好比现在什么呢 我们看下面 大家都喜欢在这个发达的城市生活 工作 是不是 我相信大家 都喜欢 像在这个雪梨 什么都方便 吃也方便 玩也方便 做也方便 找工作也方便 什么都方便 我们大家都喜欢 但是如果假如我们今天也发现 为社会 为国家 来贡献的力量 为大众服务 有人愿意到一个偏僻的地方去吗 有人愿意到最苦的地方去吗 有人愿意到最穷乡 必让的去吗 你愿意吗 在这个城市里面 在这个乡下里面 没有电 又没有水 要上个厕所 又很难 要洗个澡 又很难 要买点东西 又没有交通 要打个电话 又没有信号 要用冷气 又没有冷气 冬天来又很冷 夏天又很热 什么都没有 什么都不方便 你愿意在这个城市生活吗 你愿意在这个乡下生活吗 你愿意在这个环境生活吗 愿意的请举手 没有人愿意的 谁愿意呢 你愿意吗 所以我们学佛 坐下来好像念佛 用得不错 哎呀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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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逆经来的时候 受一点点苦都受不了了 你怎么能够成就学佛呢 但是地藏王菩萨是不一样 地藏王菩萨 无论有多苦 无论有多难 无论有多偏低 无论众生有多难度 难教 顽固 地藏菩萨都愿意去的 我们今天念佛 你想一想 如果你没有用这种的精神去念佛 你念佛那个成就 是很慢的 那怎么办呢 下个星期再跟大家来分享 这个就是我为什么要跟大家来洗讲 学习这个地藏王菩萨 你想一想 像这样的人 是不是我们值得来学习 像这样的人 是不是值得我们来赞叹 如果有一天我们学一桶修 哎呀 师父我发现我要到一个最穷的 最苦的 最偏僻的 我要去那边帮助去服务一群众生去共享给社会国家 没有人愿意做的 我相信了 愿意做的人不多 这个简单给大家先介绍地藏菩萨 菩萨这个内涵的意义 最主要的教我们要学什么呢 都是学他的精神 他的慈悲 他的愿力 今天简单给大家介绍到这个地方 那我们下个星期再为大家来介绍地藏菩萨本愿经 如果有讲错的地方 请大家多多批评 我也希望大家下个星期 我们再聚会一处聚会一起一起来学习 一起来回向一起来念佛 因为你们的这个能够聚会 就是对我最大的鼓励 谢谢大家晚安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